唏噓體質的特徵和飲食建議 唏噓體質以皮膚、氣短、自汗、面色偉黃蛋白、唇色蛋白、 頭髮沒有光澤、平時不喜歡說話、說話聲音低沉、 精神一般、身體容易疲倦、容易出汗、容易幻想感冒、 性格方面比較內向和膽小 還以認為這類人的皮脹喚氣不足或其他脹腹功能比較弱, 通俗來說就是這些人的能量比其他人低 而養生原則是以益氣健脾,同時增強抗病和康復力 平時應該注意保暖,不應該過度勞累,也不應該過度思慮和悲傷 氣虛的人適宜吃多些益氣健脾的食物,食物包括 糯米、小米、大麥、山藥、黃豆、白扁豆、馬鈴薯、 蕃薯、栗子、紅棗、紅蘿蔔、香菇、龍眼肉、櫻桃、 蓮子、狗忌、時實、豆腐、菇菌類、腹菱、雞肉、 鵝肉、套肉、牛肉、泥秋、鯉魚、燕窩等 而氣虛的人的脾胃功能也比較偏弱,飲食方面不應該太油膩, 應該盡量選擇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,此外,損耗元氣的食物也不應該吃那麼多 包括有馬蹄、豉、山楂、生蘿蔔、通菜、芥菜、芫荽、蔥、蒜、薄荷、胡椒、苦瓜、蟬豆、豆蔻、蕎麥、橙、茶葉 當然包括煙和酒 關於減肥方面,如果唏噓的人又屬於偏向肥胖的狀況, 他的外表可能比你覺得軟綿綿和懶洋洋的樣子 盡量多吃益氣健肥的食物,會對身體有正面的幫助 而適合的運動包括有散步、漫步跑和跳舞,也適合鍛鍊做八段感 另外,運動量方面,開始時,慢慢來,盡量適應節奏 然後才把目標加大,提升運動量和質素 最後,推薦食物包括有白米、牛肉、雞肉、鮮、大棗、櫻桃、葡萄、花生 這類食物有利於保氣、健脾胃 至於禁忌食物,要特別留意 任何有生、冷、苦、寒、辛、辣、醋、熱的食物,都盡量吃少些 最後,飲食方面,不應該過分游利 因為難以消化的食物對唏噓體質有莫大的損害